今天说一下咱们医院做的24小时尿蛋白定量 开始一下比较常规的检验 首先我说一下24小时尿蛋白定量 它标本的有什么方法 24小时尿是收紧一天的尿 今天7点到47点全部的尿液 早晨7点以后排骨沉尿以后7点开始流尿 都流到一个胎月里边 但是必须得加入防护剂 尤其是夏天如果没有防护剂的话 最后是放在冰箱 直到第二天7点流来以后 把所有的尿液都换匀一下 去8小时尿生修剪 这个送简的话也是必须在一个小时尿内 最好是一个小时尿内送简 因为时间太长也不太好 如果是行慢着的患者的话 可以稍微然后时间多延一点 即时送简吧 这个淡白尿呢 它的正常散行范围是0.15克小于0.15克 每24小时 就是说一天的尿液里边的蛋白定量 能超过0.15克 如果低于0.15克的话就是没有正常的 咱们在这儿 在24小时蛋白定量里边 它平均增加了一个24小时尿非良白蛋白定量 这个尿非良白蛋白定量呢 它的正常范围是0.30克到0.24小时 它如果是不错的话 是介于30-300克到0.24小时 内容是0.75克的好小时尿 如果是需要译译 caus或可以了解 是限这个小时尿 一笔的名字 手带 手带